在解放战争中,国民党的衰亡是大势所趋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国民党内部仍有很多优秀的将领 如邱清泉、王耀武等人 战场上的邱清泉是邱疯子 但他的家庭生活却十分美满 邱清泉一生娶了两位夫人,育有四个儿子和两个女儿 邱清泉死后,他的家人也失去了靠山 那么后来,邱清泉的六位子女下场如何呢? 邱清泉于1902年出生于浙江省永家县 他从小就热爱学习 并且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县城高等小学毕业 在家人的支持下,他又去浙江省第十中学和上海大学社会系继续完成学业 按照邱富的想法,邱清泉本来应该成为一名老师 可是邱清泉本人比较叛逆 他在小学毕业后就发起并参加勇家英府区青年联合救国会 在上海读书的时候,他又受到先进思想的影响 想要去参军报国 因此,他从上海大学毕业后就给家里写了一封信 在信中,用壮士手中三尺剑,雄狐兄里十万兵这样一句诗 来表达自己的志向 看到儿子的远大志向,邱富也不再阻拦 他同意邱清泉报考黄埔军校 1924年,邱清泉考入黄埔军校第二期,开始了传奇的一生 在黄埔军校时,他还参加了第一次东征、来水之役、棉湖之役等战斗 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的邱清泉已经是少尉排长了 由于邱清泉在作战时十分勇猛,深得上级的重视 因此,他在军中升职的速度也很快 同年,他就从排长升到了连长 后因为攻打武昌立下了大功 宁汉分裂后,邱清泉因为支持蒋介石而被关押 之后,他想办法逃出了监狱 跑到南京投奔蒋介石后,又被国民党的特务抓起来 还是蒋介石介入此事,他才被释放 正是这次救命之恩,让邱清泉从此到此都效忠蒋介石 蒋介石看到邱清泉的忠心后 也对他十分信任,并把他当成嫡系培养 1933年,邱清泉被任命为中央陆军学校政训处处长 之后又被蒋介石送到了柏林陆军军官学校深造 为了报答蒋介石的栽培之恩 邱清泉在南京保卫战中英勇抵抗日军 之后,抗日战争爆发 邱清泉先后参加了松户会战蓝风战役 在信阳一战中,邱清泉大破日军,被提拔为师长 邱清泉在抗日战争中有两个得意之作 第一个就是1939年的昆仑山战役 邱清泉在该战役中率领王牌军队22师 占领昆仑关,击毙日军数千人 因此获得四等保顶勋章以及邱疯子美誉 第二个就是龙陵战役 邱清泉在该战役中采用火烧被阴山水烟龙陵城战术 将日军打得溃不成军 邱清泉虽是个人才,可他一生余忠于蒋介石 1946年,蒋介石发动内战 邱清泉也在蒋介石的指挥下率领他的第五军 于同年7月前往淮南与我军作战 不过那时我军没有正面应战,因此让其暂得先机 次月,邱清泉又围攻了刘帅的中野大军 面对围攻,刘帅抽不出身来应战 因此让邱清泉更加嚣张 1948年,肃裕指挥我军发起解放欲东的战役 在作战中,我军以开封做诱饵 引邱清泉上钩 邱清泉果然中计 我军也顺利歼灭曲寿年兵团包围黄伯涛兵团 而此时邱清泉自知上当,在蒋介石的怒骂中弃成回家手效 在淮海战役中,蒋介石又以高官后路拉拢邱清泉 让他指挥王牌主力大军 可是随着国民党兵团陆续被我军歼灭 以及邱清泉的错误指挥 国民党反动派溃不成军 邱清泉也战死沙场 邱清泉一生娶过两位妻子 分别是皇室以及叶瑞军 他的原配皇室为他生下邱国贤 叶瑞军为他生下三个儿子以及两个女儿 邱清泉死后 他的妻子们带着五个儿女在全国解放前跟随反动派逃到台湾省 他的二儿子邱国卫那时正在上海读书 于是就决定留在大陆 毕业后他在上海图书馆工作 并与一名女子结婚生下三个孩子 可是之后他的妻子因病去世 他因为身份特殊也饱受摧残 直到70年代末期 他才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 改革开放后 他又去美国探望亲人 接着又将儿女们送到美国 最后自己也远赴美国定居 并且再也没有回国 邱清泉征战一生 如果他能将自己的才华用对地方 他的妻子儿女们就不用被迫远走他乡了